各位弟兄姐妹平安 真的非常的荣幸也感谢主可以来到当中 虽然我们现在腿脸拉伤 不过还是要感恩 因为感恩节快到了 我们更需要感恩 特别感恩的是 今天可以跟大家来分享一个非常重要的题目 叫人生的真正得胜者 人生的真正得胜者 我们来看今天的经句 大家可以一起来读一下 感谢神使我们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得胜 我觉得我们这个教会非常强调十字架跟主的救恩 这是非常好的 因为我们真的每次都要想到 我们得到这个恩典 为什么感恩最重要就是 我们在主耶稣基督里面 我们得到救恩 我们也是一个人生的得胜者 在罗马书八章33到39节里面 有讲到我们会经历各种的患难 各种的困难 可是靠着爱我们的主 这一切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 其实这些苦难 特别最近我遭受这些腿伤等等 真的我觉得有主在的话 我们就没有什么问题 因为我们已经得胜了 得胜有余了 好 来看看 在世界上 我们在世界上 我们的生活怎么样呢 我们常会定义成功的人 赢家 大家听过赢家 得胜者 其实都差不多的意思 成功 success意思 可以说完成目标 或是完成目的 这大概就是一个成功 获得你获得声望 你非常有名 或者你赚了很多钱 这也是成功 或是一个人或一件事 达到预期目标 或获得心胜繁荣 叫成功 这都是网络上的定义 那成功的同一词呢 可以说是得胜 胜利 可以说是富裕 财富 我们中国人特别强调财富 还有一个 最近非常流行 就是赢家 或是卖光 你东西都卖光 叫赢家 大家都听过赢家 所以每个人 都想成为成功者 或是赢家 赢家也成为 近年来的流行名称 人生赢家 或人生得胜者 其实赢家就是得胜者 我们来考大家一个中文字 我们中国人想 你战胜的人 是怎么样 首先上面 你可以克服危机 拿你很牺牲的精神 来完成这个目标 像打仗 牺牲多少人 然后这些领袖 统帅 他要克服各种的危机 第二个 就是我们需要 很好的沟通 这沟通叫建立关系 这两个非常重要 然后用什么来支撑呢 首先你要花时间 第二个呢 你花钱 第三呢 你要一直的 持续的进行 请问这个字 是什么中国字 你们猜到了吗 银 有没有 这是银字 银就是网路上 有一个人收集起来 我觉得蛮有意思 银是什么意思 你首先上面有 必死的决心 亡 也就是牺牲精神 为机一事 中间口就是口碑 有沟通能力 底下什么呢 月 月就是时间 日积月累 时间的概念 中间背 什么事都缺不了钱 背很重要 背就是money 钱 利用资源 取材有道 右边 凡 什么叫凡呢 其实每天做一样的事情 很有纪律 以平常的心态 就叫烦 烦不是在家里 就是懒懒散散的 这个不是烦 烦就是你平凡之中 你一直持续不断 所以这就是中国银子 没有意思的一个字 中国这个银子呢 义是什么呢 我查考一下 义最早是沉舟十倍满债而归 就是坐一条龙船 坐一条船到外面十倍 因为古代倍就是钱 你拿到倍就可以都交换了 所以满债而归以后呢 就变成成为盈利或双赢 或是赢家或输赢 另外当盈因为成舟嘛 也可以当做运输 赢运 运输 庄运 运输 也就是可以赢这个意思 是蛮有意思的中国字 我很喜欢中国的文化 很喜欢中国的字 那如果中国文化里面 我们如果可以来归附基督的话 那不得了 我们中国人 实际上世界上有这么多华人 上帝一定有他的本意 所以我们说赢是什么意思 赢就是赢家 具有赌博性质的游戏中 赢的一方叫赢家 后来就变赢取 获得 博得 赢手 获胜 从这里面呢 我们可以看到 什么叫人生赢家 或者人生是得胜者 这两个呢 对我来讲是个同一词 所谓的人生赢家 或是输家 这跟基督信仰不见得有很大的关系 就是一般市面上讲 首先 人生的得胜者 赢家 成功者 或是温啊 温啊是中文的翻译 winner 我姓温 所以温啊对我来讲很好 人生的失败者叫输家 鲁蛇 姓鲁的糟糕了 鲁蛇 或是屌丝 屌丝 这个词非常的不文雅 可是是人民日报头版新闻 所以为什么那么最近有这么多屌丝呢 屌丝就是愤世疾俗不满现实的反应叫屌丝 英文叫做鲁蛇 另外一个达人 如果你很会做面包 你就是面包达人 会做月饼月饼达人 你很会电脑 电脑达人 就某方面特别精通能力超强的人 就是专家理事或高手 二十世纪末出现外来的词 源于日语 就是达人 好像技术达人 美食达人 达人秀等等 他就是expert 达人 那人生赢家是什么意思呢 在一般的世俗里面 他怎么看呢 现实生活中的成功人是叫赢家 而且流行在中国国内的网路里面 某人某些令人羡慕的成就 像高富帅 你们听过没有 又高又富又帅 白富美 还有养猫养狗呢 都可以成为人是赢家 注意到 2018年2019年我还不晓得 2018年大家期望 不再是有车有房 而你双全 迎娶白富美 而是2018最时尚就是 你有猫狗双全 你如果养猫养狗就表示你很时尚 非常fashionable 然后你可以牵狗出来那不多好 比牵宝宝出来算不还好 这就是猫狗双全 是人生赢家 因为你如果养猫养狗就很厉害了 因为猫果商全的人身上好像贴一张24k的纯金标签 叫有钱 有爱 有闲 现在很多人不生小孩就喜欢养猫养狗 好 这是高富帅 高富帅大家都看到了 想想知道是谁 对不对 其次白富美 我的老婆是白富美 这是一本小说的名称 网路用理跟高富帅是很相配的 肤色白皙 经济实力强 长得漂亮 身材好 气质佳的女性是一个很褒义词 就是讲她是白富美 所以如果你是白富美就表示非常的成功 那么什么叫人生赢家呢 我们如果看网路的话有几百条 我来录取几个让大家来欣赏一下 蛮有意思 首先一个有回应数九十的 他讲在普世的价值观判断体系下 人生的各个方面都体现出很高的幸福感 跟生活质量的那些人 大家觉得很有道理 对不对 第二个 所谓人生赢家 是他只给你看到赢的部分 其他都看不到了 第三 人生没有赢家 最后都死掉了 比我好看的都没有我有钱 比我有钱的都没有我好看 这是人生赢家 唯我独尊 然后健康美貌超多钱 也是人生赢家 大家有没有同意啊 所谓人生赢家就是 让自己的基因更好地遗传下去 因此你只要到网上 随便找一张四世同堂的相片 坐在最中间最老的那两位就是人生赢家了 就表示多子都生 你看 是不是 中间两位就是人生赢家了 好 这个呢 是我家 我父母亲 他有八个小孩 八个媳妇 十六个孙子 好几个人生 所以庆祝生日 你看他坐在中间就是人生赢家 还有人生赢家跟成功人士有什么意思 有什么对比呢 当姚明驰骋难谈年入亿万的时候 人只称他是成功人士 当他娶妻生女 享受温馨家庭生活时 人们终于验羡地说 敲 这才是人生赢家 这是网络的流言 所以成功人士跟人生赢家 其实上是同一词 所以我们讲成功就是赢家 那我们来看看刚才都是网络上的赢家 我们基督徒常常觉得 我们真的不如世上人有钱 也不是那么白富美 也不是那么高富帅 我们也好像不是赢家 那我们要怎么来判断呢 今世赢家跟真正的得胜者 或是真正的赢家是什么 我们来看看 其实我们看所有的网络 所讲的成功呢 都是世人所重视的成就 对不对 都是世上的人所重视的成就 网络调查 所谓人生赢家或成功人士 绝大多聚焦在今生的成就 特别是财富 你看哪些没有钱的 有猫狗商权一定有钱 还有四次同堂 背后还有一个房子 应该也算有钱 很少人提到人生瑜伽的真正意识 什么叫人生瑜伽 最好是这个 得到乐特奖 五千块一个礼拜 这是人生赢家 赢得乐特奖 可是你知道 在调查所有这些 有得乐特奖的人 其实他下场都不是很好 下场都不是很好 不是离婚 就是财产也马上输光了 等等 你去网络找找看 他们得到乐特奖的最十大输家 你去看看 很有意思 人生赢家终极 不是是钱吗 这不见得是马云讲的 配一下 还有足球明星 全天下都是我的 如果全天下都是你的话 那也蛮糟糕了 中国人赢家是什么呢 我上次有讲过 五福联盟 中国人喜欢福 上书就讲了 五福就长寿 富贵 康明 就是身体健康心态安宁 不像我这样拉伤的人 好德 身性善良 宽厚平静 善终 躺在床上就断气了 不是在路上跌倒的 叫善终 东汉时期 五福变为受富贵安乐 子孙众多 后来五福变成福禄寿洗财 这五福叫做Fortune 福就是Fortune Prosperity Prosperity 路 其实也是做官 So Longevity 然后C 是Happiness 财 就是Wealth 可是很有趣的 就是中国 就是五福临门 再到最后 以财富为根据 你看中国人看就是钱 不就是有钱吗 你看 看就是钱 在人们的心目中 人生没有康宁跟善终已经不重要了 而没有财富变得非常重要 你得了一百万两百万 路上跌倒死掉就算了 反正已经有钱了 所以是不是有福就要看 他是不是有福禄寿洗财 这五个特别是财富 你看中国人最后归结还是财富的问题 这值得我们好好的思考 那真正的得胜者 其实我们从圣经来看 从我们的信仰来看 是什么呢 在约翰本人的名著 就是天路历程 里面描写一段 我觉得蛮有意思 女基督徒就是 首先是上半段讲了男基督徒 她去走天路 后来归到天家了 结果女基督徒就跟着她先生的脚步 带着小孩一起奔向天路 所以这两部的一个著作天路历程 是一个属灵非常好的书籍 在第二部里面 女基督徒在一间屋里面 看见一个人手里拿一把粪爬 眼睛直吵下面注视 只顾对把地上的稻草细枝尘土 爬到自己前面 然后陪着女基督徒的屋主 就对他解释说 那把粪爬是指这人对世俗之物的欲望 只顾把地上东西搜刮起来 不去注意在他上面 手持天国冠冕者向他说的话 这是不是一般的众生 只顾到今生的成就 专注视上之物 忽视天国的救恩 保罗已经讲过了 他把世事当作粪土 可是那么多人 就把这些粪土扒到自己面前来 他觉得很满足了 这个粪土其实也表示好的房子 表示享乐 表示iPhone 对基督来讲 对保罗来讲都是一个粪土 保罗把世事当作粪土 而以认识基督为至宝 所以人不要本末导致追逐虚幻的世俗名利 反而丧失的永生 耶稣警告大家 人若赚了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 有什么益处呢 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 马太福音16章26节 跟马可福音8章36节 路加福音9章26节都讲到这件事情 就像全天下都是我的 那事实上就是人赚了全世界 可是对基督来讲 对基督徒来讲算什么 因为当你赚了全世界 去赔了自己的灵魂有什么益处 你赚那么多钱 最终还是别别人拿去 我们讲的投资理财 我们会有很多的原则 你赚很多的钱 就给小孩子 小孩子都全部给你花光了 其实谁还能拿什么换这个灵魂 这是我们最重要的一个思考的问题 所以我们要视天国为至宝 视天国为至宝 所以人生真正的赢家 真正的得胜者 很多人以为是功成名就 或大富大贵的人 或中国人所说的五福 福禄受洗财 财富功名长寿 或是光宗耀主 这些都是战士的东西 都是今生的东西 基督徒的眼光要脱得更远一点 约翰福音六章二十七节 讲到不要为那避坏的食物劳力 要为那存到永生的食物劳力 其实这就是我们今生的重点 其实我们避坏的食物 就是今生 其实是劳力 可是我们更重要是 为存到永生的食物劳力 我们讲很多的理财的智慧 事实上我们需要把今世的钱财 作为永世的投资 从这个眼光来看 你的理财才有意义 心系永生 心系永生 我们如果今生准备 而不考虑永生的人 只是一时聪明 永远糊涂 这是西方一个格言 只为今生准备 而不考虑永生的人 只是一时聪明 永远糊涂 我希望我们大家不要一时聪明 只看到今生 因为永远还比今生 长得不知道 无限大 所以要思念上面的事 永生的事情 所以你们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 就当求在上面的事 那里有基督坐在神的右边 格罗西书三章一节 所以你的选择是什么呢 是永生的赢家 还是灭亡的输家 我们在这世上可能是输家 我们没有那么多钱 我们可能经历很多困苦 我们可能变单亲 我们经历很多苦难 我们在人的眼光 有可能是输家 当然我们有很多基督徒 非常的成功 大齐的老板等等 可是我们也有很多的基督徒 他是受到苦难的 在别人眼中是输家的 可是我们在这 别人眼睛是输家的 到底是真的输家吗 不见得的 我们要看人生的下半场 有个基督徒写过一本书 可能你们都看过 叫人生的下半场 Half Time Burford 他说人生上半场 其实没有下半场那么重要 因为下半场表现出来 你是什么样的人物 你跟天国的关系怎么样 在台湾的政坛里面 说保险有三种不可以保的保险 一个是重症不保 第二个癌症不保 第三晚节不保 什么意思呢 当你晚节不保 你什么都没有了 我们看好多传道人 注意 很多传道人 到晚年的时候 他真的 最近发生好几件事情 对员工的性骚扰 或者在财务上没有清楚等等 绊倒了牧者以外 也绊倒我们基督徒 讲到这些人怎么搞的呢 这就是晚节不保 我们真的要期望 我们不要晚节不保 要注重我们的人生下半场 我们人生上半场真的很努力 可是你人生下半场 我们要好好思考 我们下半场 如何来过讨神喜悦的生活 让你的人生得到最后的终点 我在《十者杂志》发表一篇文章 因为那时候他在真文 就是希望邀请几位基督徒里面 讲讲人生下半场的问题 所以我有一个文章叫做 人生下半场叫换边出发 我1996年回到台湾 那时候叫做换边出发 因为我在这边其实很舒服 我在国际机构做事 可是因为各种的环境等等 上帝要把我拔出来舒适的环境 comfort zone 我到台湾做学生工作 慢慢在那边培养了 在小教会服事 因为小教会人很少 牧师看一个教授坐在那边 就自然会请你来带茶经 讲东西 然后请你来讲道 我们在美国真的 平行徒很少可以来讲道的 对不对 可是在那边 神就在那边 让培养我在那很小的地方 在乡下的地方 然后在属灵上各方面 让我成长 然后回到美国来 再重担一些事工 那情况就不一样了 所以我现在到很多地方去讲道 为什么呢 因为我已经换边出发了 如果你上半场你觉得呢 你做得不错很好 可是你要想讲你下半场要做些什么事情 让下半场成为你发光发热 最后见主面的地方 所以人的选择是永生是赢家 还是灭亡是输家 真正的输家是灭亡的输家 就好像在福音桥里面 我们看到一个图案 就是很多人 他不愿意经过那困难的地方 他要走小路 他就不愿走天路 结果他最后是灭亡了 因为他老是想到最好的大路去走 可是耶稣说你要进窄门 很多希望走大路 因为大路很平坦 而且走下坡路很平坦 我最近就是走下坡路 从山上走到山下来 脚就扭伤了 就是因为平坦以后呢 就会出事情 就变成灭亡了 所以其实我们跟随基督 才成为赢家 才是得胜者 才是得胜者 只有认识耶稣基督 撇下所有来跟从他 才是真正的一家得胜者 什么叫撇下所有 不是要你卖房子 不是说你现在住六房 八个厕所的房子 你说你住得不舒服 其实这没关系 不是说你不可以开马赛地盘子 好车子 这都没有关系 可是最重要 你要把这些 你所拥有的东西 献给主来使用 把拥有权交给主 然后你成为管家 这叫撇下一些所有 当我们撇下所有来跟随他 我们才是真正的一家 好 比方说使徒们 上次我讲到 使徒保罗 使徒彼得 彼得本来是非常非常 学问浅薄的人 他也经常 他有三次不认识 可是当他悔改以后 主耶稣用他 他变成第一位的 班长的使徒 使徒们因为这样子 他得到永恒的场次 得到无价之宝 所以像彼得 还有其他使徒都一样 保罗他很有学问 他可能又得了好几个神学博士 在加玛列门下受教 他对圣经非常的熟悉 然后他以为他替天行道 来迫害基督徒 可他在路上遇见主以后 他整个生命改变了 他说主啊我该做什么 主耶稣用这学问高的人 成就他的事物 所以很多新约的书信 是保罗写的 神也用于夫彼得 于夫约翰 来成就他的大事 所以主使用的是要看 你是不是愿意跟随主耶稣基督 这边像伯德恩这位教士 威廉伯德 还有无数的宣教士 他撇下所有 承认神拥有我们 所有生命跟财物的主权 我们每次奉献之后 我们要唱一首诗叫做 奉献所有 其实我们有没有奉献所有 我们的确只奉献十分之一的财物 可是我们的心灵 我们整个全身应该尾身在基督 要奉献我们所有的心意 尾身在基督 才是奉献所有 于夫彼得我们也提过了 对不对 他没有受过教育 他没有遇见耶稣 他一生非常频繁度过 耶稣对彼得安德烈说 来跟从我 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语一样 得人如得语一样 所以彼得就遇见耶稣了 接受耶稣的呼召 跟随耶稣将生命奉献给主使用 即使他有很多缺点 却成为最伟大的使徒之一 我在4月21号复活节 在我们这个教会 分享到彼得跟保罗的事迹 大家可以参考一下 第一次是伯德恩 伯德恩是谁呢 芝加哥一位富商的儿子 1887年11月1号生 前几天刚刚他过了明诞 1909年耶鲁大学毕业后 现身进入普林斯顿大学神学院 那时普林斯顿是一个非常福音派的 保守派的神学院训练跟哈佛大学院训练很多的牧师出来的 1912年毕业他就立志接受呼召到新疆维吾尔人之间的回教徒地去传教 他先去埃迪开罗学习伊斯兰教跟阿拉伯文 1913年3月在开罗你看 他1912年毕业 然后就到开罗 不到四个月的时间 1913年3月在开罗就感染了脑墓炎 然后4月9号过世 享年25岁 葬在开罗美国人墓园 他在去埃及之前 要去宣教之前 他父亲是非常反对的 他父亲是企业家 他希望伯德恩留下来 普林斯顿大学毕业 耶鲁大学毕业 他希望他留下来帮忙他 可是他却走了 他享应神的护照 把一生献给主 而且才活了25岁 你看在人的眼光看 他是不是输家 根本还没到目的地就死掉了 可是他父亲在他生前 有人说是生后 就把自己分得的财产 80万美金捐给在中国的内地会 戴德森的内地会 还有其他基督教机构 内地会在1915年 就是伯德恩过世后两年 在兰州建立伯德恩纪念医院 现在是兰州第二人民医院 你看他的生命就一直留下来 所以我们可以把伯德恩 25岁过世 跟耶稣时代去看耶稣的少年观 他有很多财产 对不对 他跟耶稣说 如何得到永生 耶稣就问他说 你又没有遵守实戒 他说我从小就遵守了 那耶稣就看着他 耶稣喜欢他 说你要变卖财产 救济从人 然后来跟随我 两个条件 结果这个财主 悠悠愁愁走了 因为他有钱 你看 如果他跟随主耶稣的基督的话 他就是第13位使徒 对不对 他可能了 13个使徒 还排在保罗之前 可是他却没有这样做 2000年后 我们看到 有位伯德恩 他真的就像少年观一样 他愿意跟随耶稣 他把财产变卖了 他捐给内地会 他做福音的工作 他却在宣教史面 成为历史上宣教的名人 伯德恩有个疑言 什么疑言呢 听说伯德恩过世以后 他的母亲在他的圣经里面发现三句话 第一个 不保留 No reserve 写在他放弃遗产 立志宣教的时候 第二个 No retreat 我不后退 写于父亲告诉他 将来在家族事业里 没有他的位置 他说我不后退 他还继续往前去 到埃及 最后他过世前 他在圣经上又写一个 不后悔 因为他已经把全身 整个生命交给主了 他早死晚死 其实呢 在神的眼光里面呢 他有永恒的意义 所以他No regret 不后悔 他写在过世之前 第一世纪的少年观 丁十九世纪的伯德恩来比较 其实我觉得会感态万千 你是谁比较有价值 在天国里面 我问每个人 几乎每个人都举手说 伯德恩就有价值 我如果活到九十岁 然后我见祖面 然后呢 我跟伯德恩来比较的话 我觉得伯德恩比我伟大太多了 所以这就是你愿不愿意 把自己的生命交给主来使用 然后呢 你在主的面前讨神喜悦 在天国里面你有你的位置 所以在基督里才是得胜者 人放弃所有的来到神的国度 其实这是最划算的生意 我们如果没有认罪悔改的话 就没有办法来到耶稣的面前 所以基督徒在征战中 我们都会得胜 因为经过主耶稣基督 不离不舍的慈爱跟施舍生 叫救我们 使我们得胜有余 真的是这样 罗马书八章三十七讲 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 在这一切的事上 已经得胜有余了 格林书前书我们刚才读的十五章五十七节讲 感谢神 使我们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胜 我们来看一下刚才我们的中国字 因就是首先呢 我们要有危机意识 我们要牺牲自己 那是王 中间口是代表交通 代表关系 底下要时间 要金钱 还有persistence 叫有凡 就是你需要持续不断的努力 那我们再看一下 我们真正的 以赢要怎么赢呢 我们上面其实呢 是违基意识 我们牺牲自己 然后呢 我们要用口头来 注意到传福音的果效 沟通的果效 然后注重到我们传福音 我们要有先建立关系 我们再跟他传福音 我们需要 这个月是时间是什么呢 时间就是时间的管理 我们需要有vision 我们需要有意向 我们需要有计划 我们需要安排我们的时间 这个时间呢 有轻重缓急的时间 我们要把我们注意力呢 放在哪里呢 放在非常重要 又不非常急迫的事情 比如说我们有个计划 我们今年度要有个计划 我们就要一直去做 这个是很重要 可是呢 它不是非常紧急 这次就不要掉以轻心了 就像我们在学校里做事 就是准备功课 要考试的话 你不能临时抱佛脚 前天晚上才准备 那就变成急迫又重要的事情 可是如果你一直花时间去准备功课 一直花时间在你的计划里面 你慢慢去经营 那这个时间就很重要了 就是变成重要又不急迫的时间 我们要减少急迫又不重要的时间 浪费很多时间呢 看到无聊的video那些 这些呢 就叫做vision plan time management 然后呢我们要注意到我们的资源的运用 底下我要讲到投资 那就是我们如何来善用我们的资源 很重要的那个凡字呢 我把它代替成为主 以基督为中心的生命 你这样提起来呢 真的中国的赢这个字呢 可以使我们有一个更新的理解 就是如果你在基督里面 你才是真正的赢家 你才是真正的赢家 所以今天的信息相当的短 可是呢 我希望跟大家来说 是一个很重要的信息 其实呢 人生的赢家 大多聚焦在今生的成就 第二个 真正的赢家 聚焦在永生跟永恒的价值 在今世 我们要过荣神义人 以基督为中心的生活 跟随耶稣 委身在基督的呼召 才是在神国度里的真正的得胜者 如果我们有属世的成就 我们就归荣耀给神 目的在哪里呢 目的就是传福音 使万民归向基督 我们所有的恩赐财干 都属于主 这在我们在理财管家 这一系列讲座 我们都特别强调 我们所有的恩赐 我们所有财干 我们所有的财物呢 它都是属于主的 所以万物都属于主 何况我们拥有的钱财 当我们肯把我们的主赐给我们的恩赐财干 好好发挥的时候 把它当作属于上帝 然后我们只是一个管家的时候呢 那我们的眼光 我们所有东西就不一样了 那时候呢 我们就会成为良善中心 有见识的管家 这样子的话呢 我们的理财才有意义 我们所有的生命呢 才有意义 所以希望各位 想到人生下半场 我们要怎么样来度过 我们最重要的人生下半场 然后再来迎接我们的主面 我们来低头祷告 天上帝感谢你 借着这个信息 我们希望知道 今世的成就 不代表是真正的得胜 只有在基督里面 我们才得到真正的成就 求求你带领我们 在基督的道路 在基督信仰的道路里面 我们可以服侍主 传福音 更重要 让我们生命发光发热 我们就要求主带领 以下的时间 祷告感谢 奉主耶稣基督圣明 阿们 谢谢 谢谢